三年了 你再不醒来 我就老了 不过 应该很快了吧 你很快就能醒来 善儿 我明日再来看你 顾长锦 顾长锦 快 把门关上 顾长锦 你又在忙公事啊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啊 我想你了 睡不着 我陪你看书好不好 我保证不闹 我乖乖的 真的 真的 睡觉 那我办 在你身边我最是安心了 来 来 公子 哎呦 哎呦 大公子 锦岳府啊 他们还挺快找地方呢 让本公子受如此大辱 躲到哪儿都没用 公子 那两人本事了得 不如不如不如什么 你这个废物啊 你自己没能耐 还想让我放了他们 我没说放了他们 那不如什么呀 不如不要惹他们了 我 哎呦 哎呦 书家快退 你这个废物 你给我滚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有劳 是如此愤怒啊 哎呦 先生 你有所不知啊 有一对妖人 哎呦 醋 有一对妖人 竟然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他们 他们还会使那种妖兽 你知道吗 那个棍子 摊下就飞过来 追着我打 打我屁股 哪怕我打的呀 大公子莫要惊慌 那些只不过是寻常的法术罢了 这 这还寻常啊 我猜测那两位也就是普通的义人 待我着几位方氏 帮大公子除蛆便是 好好好 如此甚好 我要让那两个妖孽看看 他们算什么东西 这 他们掏我屁股 我约莫是等不到果子成熟了 行云做的东西那么好吃 他种的果树结的果子 应该也很甜吧 我必须在三天之内离开 不管行云这里变成什么样子 我也不能再留下去了 到时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故城锐抖一些 尚能在锦岳府避开 但灵界的危险 那是一个凡人应付得了的 若是没有那婚约 我就不用逃婚 也不用这么着急着离开 我就可以 可以 沈丽啊 这院子中的阵法 被我改成了急凶之阵 一到晚上尤其避寒 你要没什么事 不要来前院 你出门的话 也要告诉我 我跟你一起啊 你为什么要改阵法 不就是为了 你跟我 能踏实地睡个好觉吗